我就是我的费务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鬼迷之人同样小故事 花街片 继国兄弟是月战上玄六兄妹 雨随天云又心冲冲的对继国两兄弟说 本该从潜入花街的妻子那里的定期联络中断了 这次的事估计是和上玄扯上关系了 靠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不能轻易救出自己的三万二妻了 他只好向其他人求助 我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 阎盛隆隆地反问 要我把自己的妻子送进鬼迷身的花街吗 只是形式性地询问一下 梅城墙雨随天云却十分认真地说 是 最好是最优秀的女间谍之类的 阎盛随之感叹 难了如此 要有亲父险境的觉悟 也就是忍者嘛 接着阎盛和弟弟原意两面相却 都若有所思的样子 雨随天员将几大厚厚的纸丢在地上 对季国两兄弟说 所以 这些是发过来的报告书 看一下吧 阎盛拿起一本报告书 这可真是不少啊 元一也有些惊讶 是要去长期潜入吗 天员解释说 也得有三位妻子啊 这可真是被秀了一脸呀 不会是华丽的代言人 阎盛嘀咕道 测试也在里面 你则表示自己很单纯 我是不懂武家啊 听到两人的对话 雨随气势惊惊地强调他 不对 随味都是这个事啊 这么一说 让季国两兄弟更是惊讶到目瞪口呆 可能是得好奇 雨随天员这次是咋做到的吧 过了一会儿 元一回过神来 才回归正题 且不说阴住的家事 我们能够找到 连忍者都抓不住的鬼吗 这时雨随天员心勇重足地说 我会派遣多名队员接入的 穿上女装 进去探查吧 做哪里是要人帮忙的样子啊 雨随浑身散发出的 都是领导者的气息 眼神似乎发觉了什么 问道 正是他们有所发现 才需要增援的吧 见自己被识破 雨随只好斧头承认 诶 正是如此 说实话 我也有希望 拜托你们去探索的事 承认错误的同时 还不忘记给自己圆场 人认错都显得华丽了 看着眼前的女装 结果眼神只能用犀利的眼神 看着雨随 把雨随回之更加犀利的目光 最终眼神只好满心不情愿地答应了 哦哦 很快眼神换上了女装 以崭新的姿态出现 雨随天员赞赏地说 啊 这不是很合适的吗 接着又一副侦探的样子说 这个样子潜入的话 进去也不是不可以的 同时眼神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白天可不能活动 真是不巧啊 天员用手摸着下巴分析 确实 就不能做点什么了吗 或许是取取了阴珠的意思 远一激动地抱着哥哥 冲着阴珠喉道 就算是这样的大哥 我也爱他 想把他卖到环节留下 就算是阴珠 我也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你旁的阴珠不经意经 哼 不要 就变成傻子了 远一可真是个种族光芒呀 有这么个弟弟 真的是想想就幸福啊 很快就进入到了十一战环节 画面挑到了花街 之间穿着十分性感的肚鸡 紧紧地围在哥哥的后背 手搭在继夫太郎的肩膀上 一脸得意地说 我们啊 继夫太郎也默契地配合着妹妹 可是一心同体啊 既然这对兄妹 如此嚣张跋扈的样子 欲随天缘 透露出强大的杀气 身后的继郭兄弟 以手握剑鞘 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 原因 迪商对哥哥说道 一心同体 就像我们一样嘛 这或许是强敌啊 严慎应当 嗯 但又警觉着发出了疑问 嗯 看来哥哥 刚才一定是在跑山 注意力不集中的呀 就这样激烈的战斗 瞬间就结束了 继郭兄弟 轻松的干掉了上旋之六 两兄妹的头 开始争吵了起来 几夫太郎 一副冤冤的样子 埋怨妹妹 为什么不帮我 当那种怪物的对手 怎么会游刃有余啊 反胆 而作鸡也是毫不示弱的反击 所以说怎么了 我这边才困难呀 您一点忙都帮不上啊 而作为旁观者 仍在看戏的原因 第一章说道 都这种时候 还在胡销责怪啊 黑死猫也表示 很惊诧呀 哎 兄妹吵架就是这个样子吧 意见不合了呢 而身后的兄妹 是扯凝强蛇剑 越吵越激烈 只听见妒鸡说 明明除了很强 就没有别的优点了 可能是被哥哥 说成了笨蛋 内心感觉到 非常的耻辱吧 几乎太郎的言语 更加犀利 丝毫没有顾忌 亲情情依的意思啊 相对这家伙 到现在还被我保护 咱心里好好忏悔吧 要是没有你 我的人生早就不一样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啊 黑死猫的心头突然一紧 眼中出现了一个原字 估计是想起了自己和原一 从前的一些事情吧 多几生命还在争吵着 而一双手已经默默地 捡起了一块小石头 要是你从来就没有出生的话 随着几夫太郎的这一声抱怨 小石子直奔 几夫太郎兄妹而去 打了个正招 严胜十分淡定地说 到此结束 丝毫不因为自己的高手品而巧 大哥果然十分酷呢 而另一边的兄妹 可就有些惨烈了 几夫太郎一边哭喊着 哆 多几担心地喊道 哥哥 之后多几充满了怨气 朝着严胜吼道 你对我哥干了什么呀 混蛋 严一看着哥哥叫了句 兄长大人 不料严胜心平气和地说 仔细想想 我们兄弟一次都没有吵过架 想都没想过 哥哥就是哥哥 气质上都相对更稳重一些 而弟弟云一 皆提出了一个优质的提议 那又是什么 学着他们那样吵一架呢 见云一一脸欢笑地看着自己 严胜有些心动 学一学吧 只能说 这兄弟两人真是堪怨的不嫌事大呀 干什么不好 竟然想尝试吵架的感受 接下来就到了激动人心的吵架环节了 笛子吵架 业务明显有些生硬啊 严胜低声说道 首先 应该做什么才好啊 是不是要争论 那么就从严一开始吧 严一脸蒙礼貌地承认 不 从兄长大人开始 严胜又说 不 你先开始吧 不得不说呀 这两人也是没谁了 吵个架还要互相承认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肥死猫嘟囔的 没有什么想法呀 严一也嘀咕道 想不出辱骂兄长的语句啊 吵个架目拒大半天啊 一旁的肌肤太郎都看不下去了 吐槽道 你们就没吵过架吗 真是肤浅 真是老土啊 没吵过架也能被嘲笑 几国两兄弟表示十分的疑惑 接着肌肤太郎 也是刺着牙齿 很自豪的样子说 我们可是吵过很多下了 可别小看我们呀 然后立马就会和得好 因为关系好 我们可就赢了呀 自以为是的喧影一番 最后也没嘴下留情啊 无情地对几国兄弟说了一句 活该 然后就喊着妹妹的名字 增加感情去了 喂 对于几夫太郎的行为 继国两兄弟全程当作迷惑行为大赏 原一认真的说 只是吵架的话 是不能够加身祭拜的 哥哥也表示认同 确实啊 另一边 玉随天元的三个妻子 正在搀扶玉随天元 一副变成痛心事外的样子 只听玉随天元支支吾吾地说 这毒弄得我摇摇晃晃啊 妻子们则光环位置地说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到了鬼沙队 记忆元盛正在屋内洗衣地而坐 内心思绪往前 心想 居士变成鬼 白蚊也没有消退 生命又不会终绝 就这样继继断练下去的话 说不定就能超过原一啊 还是说 我想变回人类嘛 再者说 这等 有尿的办法吧 想了一会儿 黑死毛起身走向弟弟 原一 我真的可以变回人类吗 对于黑死毛的提问 原一表示有些意外啊 原一不可思议地说 哥哥 说了葬气话 人生逐渐变得有些迷离 脑海中不断闪烁着信息 哥哥他对我说了葬气话 看着哥哥有些忧郁的背景 原一说 哪怕只能稍微缓和哥哥的不安 我一定会找到 让兄长大人变回人类的方法呀 如果有万一 到了无法实现之时 在我命数耗尽之前 那就由我 被斩下兄长大人的头颅 绝对不会让兄长大人孤独下去的 原一说这些话的眼神充满了信心 变得逐渐迷离 甚至有些是伤感 可现如此爱哥哥他 说出这些话 也是鼓足了相当大的勇气的 黑死猫看向原意 应了一声 但黑死猫内心却沉思着 这是把握着我的生命呢 变得更紧张了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鬼灭阵 同学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呢 もんもた 守り者がや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